我们人其实大黑人都差不多 像拿破仑身材还特别矮 七车的没有矮 但他也是一样 两只手两只脚 所以唯一不同的就是大脑的思考 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大脑的思考 我大概是一般人的一百倍厉害 把我所有的重心除以一百 都还比一般人还要厉害 所以你可以厉害一百倍 只是你不相信 每个小孩都是天才 只是妈妈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自己的小孩可以是天才 所以我想想D等于多少 我不晓得12月10号多少天 但我总知道12月结束 尾数是5 所以11月结束 尾数应该是4 因为12月31天 10月结束尾数也是4 因为11月只是30天 所以9月结束尾数是3 8月结束尾数应该是3 所以再从1月开始想 我大概想到这样 1月结束是31 就像221号就31加1 2月结束是9 59 3月结束是0 4月结束是0 我念一遍 我念一遍 3159 910 120 151 181 212 243 273 304 334 365 所以你把一月的一 借给二月 所以不是 00112 33445 所以就是 这个是尾数 所以尾数是N N看几个月 乘以30 加尾数 再加上下一个月 所以这样大概两分钟 然后再思考一遍 所以相信得到 没有任何东西办不到的 你可以实验一下 所以你做几次这样 你就会对自己的大脑 有信心多了 所以我非常多可爱的宝典 我记忆 英文也不需要背的 英文 你要先想通 就像教女朋友应该怎么教 我45岁就想通了 教女朋友不是 证明自己很厉害 是要使她成为那群女生 最 的焦点 她就失去抵抗力 就像 我在杭州看过 我们家离开200公尺 我只是举例而已 女生 最愿意的就是 你把 探照灯照着她 她就会失去抵抗力 就像 我最后的老婆 其实她们大办公室有15个女生 我那时候看起来非常害羞 但是我直接偷偷去跟她说 我喜欢你 很逊 也不是我的风格 所以我就切布袋脸 然后等到全部的员工都上班好了 她们9点15就会分别去开会了 就会散开了 所以9点 我再听去看 所有的女生都做好了 就拿一束花进去 然后走进去 然后展弯 朝向她 当然事先去看花要放在哪里 然后就插上去 所有的女生看我 一个绵点的菜字中 见了哪一束花进来 送给一个女生 所有人都停下来 盯着我看 然后转身 所有人都还在看我 背都凉了 然后走出去 都觉得差一点摔倒 但第二天再来一次 第三天再来一次 然后就像最近 我跟杭州西西师弟 麦家 麦家就写《风声》 然后写《非诚勿扰》 是目前最有名 销路最好的作家 她一个女助理 23岁 非常漂亮 然后她去我们家 她那个女助理 就去厨房帮忙 我说麦老师 请你这么漂亮的女助理 她老婆不会生气吗 她说不会吧 然后我出去外面 麦家都坐在外面 我说你请这么漂亮的女助理 你老婆不会生气吗 她说会哦 会会 然后我就在麦家外面 说你女助理 是我在杭州看过 最漂亮的女生 事实上差不多四哦 真的很漂亮 这个女生就受不了 隔了一个月赶快做包子 特别送去给我 所以对女生 好听话比巧克力好药 而且好听话 随时可以取得 又不用花钱 女生最恨的就是 你把它当成不存在 她杀你都愿意的 不好意思 这是我偏偏了解的 不好 我像记忆也是 记忆我一定是 不是记近期 就像赚钱 我听过温世人有四百亿 像有的人有多少亿 我说拿亿给我看 其实是拿不出来的 它都是股票 是限制 我说我一百二十个 冠雅金奖杯 每个都在 没有奖杯的我都不算 像我三千五百二十针 每一针都在的 所以同样背英文 不是背进去 你是要用 拿得出来 有钱也是 你要用 拿得出来 那才叫做有钱 拿不出来 就不叫做有钱 你只能说我股票 如果今天全部卖光 今天的股价 等于多少 我不能说我有多少钱 所以背英文的一样 那你就会想通了 要怎么背 就像大脑是一个抽屉 那我们背个英文 是一个钥匙 我们把这个英文 放到抽屉 要用就打开抽屉 就可以拿得到 但是那个抽屉 已经有一千根钥匙 你只要放进去 你就拿不到了 所以我们大脑里面不是一千根钥匙 是十万根钥匙 所以越大串的越好几 所以就像一百根钥匙的那一串 最好找 一根钥匙的那个一定找不到 所以把它串一串 串一串用一个钥匙环 比如说ABCDFZ最简单 1最简单 O-N-E 所有都叫做Y座跟X座 Y座是ABCDFZ 那我们不必全部写 X座是低卡坐标 我们就写 O-N-E A点一点 A1头胆 B1骨头 C1眼睿体 D1完成了 G1消失了 T1声音音色 Z最后一个字 区域 PH1电话 ST1石头 然后TB1顶骨牛排 四个单字全部记好了 就是看一遍就全部记好了 我写日文也是 把它画成画 画好了就全部记好了